我在这个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 这二十年体重一斤都不增加 就是过了四十五以后 肯定是运动量少 不是就是人到岁数了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人提醒我 当时我如果控制住 就那块开始注意增长了 控制住自己的体重 我估计现在我就好受了 那像你知道长了多少吗 长了四十几 多长时间 就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吧 我现在减肥就不如小时候容易 我当时是差不多有三个月 然后就减了三十斤 但是我现在减十斤就可能 我需要的话年纪大了之后 这一生生代谢 主要就是很多人太相信 就是让自己别说折磨自己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 就很多人以为睡得少 睡得多的人会胖 也是一个误会 就睡得少的人 其实反而更容易胖 像我就睡得少 我就发现我每回一睡多 我人会更瘦一点 因为你要睡眠充足的时候 你的身体才有一个 足够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循环 所以马云你知道 我这个研究 刚才方舟他们说的完全靠谱 就现在是这么个问题 不是看你表面的肥瘦 美国已经有专题研究 美国有个减肥节目 你知道奖金25万美元 就是30个星期 30个星期 冠军最高的一个30个星期 减了59.6%的体重 等于减了六成体重 但是马上就对14个冠军 进行为期六年的追踪研究 结果六年下来 大部分成果 毁于一段 只有两个保持住了成果 其中一个还是做了缩胃手术 因为他参加完比赛之后 哐一下回去70斤 最后实在hold不住了 就是做了缩胃手术 才能止得住 所以这项研究 就告诉我们一个词 叫什么呢 静止代谢率 基础代谢率 什么叫基础代谢率 这是这个造化 这个遗传 最给我们折磨的一个玩意儿 就是说 你的身体实际上是 竭尽一切所能 帮你恢复到你本有的体重 对 好 那么于是乎 你知道如果你强行的减肥 饿着哗一下参加比赛 瘦了吧 瘦了之后 你这个基础代谢率 它进入节约模式 节省模式 就尽量少耗能量 这是人的本能 过去远古的时候 你没神 就少耗能量 但是发现参加完比赛之后 对吧 你的这个问题在于 你的这个静止代谢率 回不去 最多回个百分之五十 回个百分之六十 这样的话你等于 所以怎么叫 就是减肥减成的瘦子 和天生的瘦子 不是同一种生物 你会比它更饥饿 因为你的那个基础代谢率 给调到那 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问题就是 你看这事就麻烦了 就发现这几个冠军啊 长期就处于就是 饥饿状态 饥饿 然后这个 忍到一个意志力崩溃的时候 暴饮暴食 然后又饥饿 就几年之间 这证明我对我自己的论断 就是这样 对 很不容易 当你胖了 你长了四十斤 你就算给捡回来 它的记忆力在最高点在哪 它永远像最高点蹦 就弹性金属一样了 对 它有记忆力 我现在最高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减了十公斤 就减了二十斤 您是什么招 我什么 饿着 没一招 就我说过 这不叫招 不不不 什么招 就就是这招管用 什么运动 比如说游泳去 你游以挥 会饿死 哇 那个饿死人呐你知道吗 那要死人 你不让人吃 不可能的 所以呢 你什么走路啊 干什么这都没用 就一定少吃 少吃我当时的 就唯一的一个招 可以介绍给大家 这是我 马家秘诀 我捡了十公斤呢 就是我准备了一瓶咸菜 晚上啊 饿得两眼冒惊心的时候 现在关键是家里老有吃的 各种乱七八糟都能吃 不吃 吃两块咸菜完事 它有一点味道进去呢 就觉得 那您还得防高血压 我现在那时候 我那个咸菜不是太咸嘛 但是它就能够 让你那个饥饿感能够过去 其实饥饿感 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 一般就二十分钟 对 我自己减肥的诀窍 其实是就是 还是要尽可能的满足自己 我当时我就是每天吃三 虽然每天中午吃三顿 但是就觉得自己 特别特别可怜 就是因为觉着我明天就没得吃了 每天都陷入对自己的同情 但是后来我减肥 我就是我每天大概早上就会吃 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有一次大概早上九点钟起床 早上九点钟让我妈给我做麻辣香锅吃 我太想吃麻辣香锅了 然后吃火锅 吃红烧肉 这叫诀窍 早上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之前把自己想吃的都吃了 然后这样 而且到了晚上八点钟 特别饿的时候就会有个盼头 就想我明天早上我还能吃顿好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减肥的诀窍 就是要还是要满足自己 不要陷入我太可怜了 刚才你说这个做法 就是早上吃麻辣香锅后来减肥成功吗 减肥成功后来就瘦了三十斤了 我天哪 你怎么跟踢球似的 这么一下 他的减肥这个方法就叫化饼充饥 就是这意思我才听懂了 但是幻想着明天早上 总有个盼头 又有个盼头 早上是可以多吃的 对 晚上一定不能多吃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出去玩 也是一天胖一斤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就是你跟你这个肥胖基因做斗争 我靠的是什么 比方说不吃晚饭 而且每天一个小时跑步机 六公里坡度四 好咋活 这爬坡呀 常年的坚持 才能维持到这个程度 你一出去玩 你也没地跑步了 而且那么好的晚餐 怎么能放过呢 是吧 这一天一斤 一天一斤 然后就是周而复时 你说这玩意儿 没办法 我也是这样 我平常一天也是 我没不像你 你一天吃一顿吧 我一天吃两顿 但是我这两顿里面 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素菜 跟水果 马爷 您说您这个研究审美的 咱干脆为什么 就你们这个搞文化的操作操作 怎么就不能以胖为美了呢 怎么不能梦回唐朝了呢 对 梦回唐朝 我现在根本不是因为什么美不美才减肥 而是肥了以后行动不变 你不灵活 不舒服 你坐在那都觉得对的话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美国 尤其到了美国 那个 这个 加州啊 那些都满街胖子 那胖子 比那个女的 一个一条腿 有你腰那么粗 而且那个 我有回在美国开车 在美国中部一个小镇 停下来吃顿饭 一进那餐厅 哎呦 就别提多不想减肥了 那餐厅里 他全是那叫忽悠胖 你明白吗 就他走道不是走道 只是忽悠着 忽悠 然后而且三十多个人 那一队人没一个瘦的 全是那种 往这一坐就忽悠一下 战友 都是那种胖子 所以 就是没三百斤都不叫胖子 这个是事所公认 这也真没辙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已经说了呀 现在肥胖 已经取代烟草 成为这个全球健康 第一大威胁 就是你不是好看难看 你就是这个事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 挺有意思 就是过去 咱们老说这个美国 美国就是说啊 就说这个 肥胖是贫困的标志 因为呢 就对 只有劳动人民 天天吃个汉堡包 那那些个富人 他们有他们的海滩 有他们的休闲 有他们的健身房 而且他得维持 他的橄榄色 他什么什么 所以划分阶层的标志吧 但是 三十就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你看中国人民追上 国际的步伐 追的多么快 我那天看他们讲 现在咱们国家是有 四千六百万胖人 叫肥胖 然后三亿多 超重 然后就说索夫瑞调查 发现肥胖 大多数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 这说明啊 过去连中国人说的那个脑满肠肥 这个多胖多福 连那个也改了 就说现在中国跟上国际了 那为什么平常我们一说起土豪啊 比如电视剧要演一个土豪出来 那个标准形象还是一个挺这个大肚子 那说明他们还没脱贫 是吧 没脱贫 不过这个想法 我觉得就恰恰说明你刚才讲的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文化人不好好努力一下 为这个肥胖 在神秘上显明 欧哥一下 其实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伦理的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社会学家都做这种研究 就减肥这个观念 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叶的时候开始流行的 你回想一下 哪怕是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 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 肥胖还不被认为是一种很难看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用马力联盟路 你举个例子 丰满啊 你拿他的身材到今天来看 这不能叫标准身材 不能叫美女的标准身材 但是再下来是越来越瘦了 就大家心目中的美女 为什么呢 就有一个讲法 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伦理有一个特点 资本主义里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 或者市场经济 跟传统社会不一样在哪 就是他要求所有人自我管理 所以有时候在美国或者在欧洲 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叫肥胖歧视 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数据 就是你大公司招人 招进来的人如果是胖的话 他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人不堪重用 就比如说同样的理由 我要招一个位置 就比如说来十个人 那首先那六个胖的都被刷下去 那比如说原来这种招聘的歧视 有性别歧视 有种族歧视 现在还有肥胖歧视 为什么呢 他们的背后的理由就是认为肥胖的人 是一个不自律的人 不负责的人 不对自己负责 也不能对公司负责 不能对工作负责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瘦就变成了一种 很多人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的体现 这个你同意不同意 现在还有这么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偏见 穷人就往往自制力 就不如那些个经营 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 穷人最先放弃的就是形象 你知道这个里边他 你笑什么 是说起谁来了 没有 就是你看他实际上 我就发现过去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是不是说穷人的自控力 自制力就比你这个富人低 而是说他每天忙于谋生 每天他 而且你知道就说这个意志力 有一个补偿法则 你不要以为意志力是多么高端的情操 他们就讲意志力 跟你任何一个生理能力一样 都是有极限的 你比如说很多人 你像比如送外卖的 他强撑着这个意志力 风里来雨里去的 跑了这么一天 您说回家再来两小时跑步机 他就想躺着 他这个意志力就崩溃 就想喝瓶啤酒 喝瓶可乐看电视就算了 没错了 我经历 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司机 我特别能体会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电视劳工 我有时候挺能体会到他的那种 他说 比如说他开车送我到12点 送我到家了 我说回早点睡 他说我睡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每天晚上得这么一瓶啤酒 就是说我不管多晚回家 冰箱里我拿瓶啤酒 看着电视 不管放的是多糟的那个综艺节目 他就消解了 我躺在沙发上 他说这是我一天 这唯一的一个享受 我现在太理解这种了 非常焦虑 你说现在这个女性呢 中国女性 她不是有最大的这个身体体型 有这个焦虑吗 有啊有这个这个 女人比男人多 当然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处在这种这个公众形象所造成的理想身体和你实际身体的差距当中 非常痛苦 我还是说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同宿舍有一个这个女生 然后她就很瘦嘛 她穿25码的这个牛仔裤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每天就所谓的要买比自己瘦的衣服来激励自己 我不知道从哪看了一个这个减肥的骗书 说一定要买小一码的这个衣服 然后我就永远穿不进去穿不进去就哭嘛 然后就每天就恨自己 对 然后每次她就这个 就是自虐啊 她就这个抢过来穿 她说你看我穿比你好看 然后我就陷入新一轮的痛苦 那是什么同学 没有呢 我也说那确实这个觉得好看 因为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 尤其是在一个宿舍当中 你这个peer pressure就到了一个顶点 就每天都非常痛苦 这还不是这个这个网上看的网红的完美身材给你带来的焦虑 就是你旁边同宿舍的 她就比你瘦一点 对 我真的是挺佩服这个女的的 因为我的印象是女性比较馋 就爱吃对吧 爱美食 但是呢有一样 就是我周围的女性 我真的发现怎么 她就不像我们这么胖胖瘦瘦的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女主持人 你看吴小丽也好 哥辉也好 对吧 就是小男也好 生了孩子 按说这女人生孩子就会胖吧 生了孩子没过俩月 完全跟以前一样 我就觉得这是怎么 她是得有多大的毅力 她克服这些东西 她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性的体态 跟男性的体态 女性更不能容忍去肥胖 男性还可以 男性我刚才在想 那个西装那东西它害人 西装你胖点吧 它不显 还显得很精神的 你看很多那男的一大肚子 穿西装能穿 但穿中装穿不了 中装特别怕人胖 一胖那肚子就跟球似的 但是女的就没有救济 就没有像服装这种救济 所以女的一旦胖了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就说明就是 其实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对 就西装是能修饰身体 对对对 但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女人就不能穿西装 女人必须穿裙 恰恰你看到是社会 对男女的形态的要求不同 所以你没想过 我们以前那些凤凰的那些老同事 我们任时节同行 那些女主持 生完孩子一个月回来 比生孩子前还瘦 瘦得多 那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就恰恰可以看到 是多不公平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要求 那种要求都在他们身上 你放心这种公平你给许个回 他也不要 对我知道 但是就是恰恰是 我们社会上对女人的身材的要求 远远高于对男人身材的要求 那文道我问你一个敏感问题 就是说这个里边事关其事 对吧 那么假如说咱们男的 总会看到一个女的 觉得她漂亮受吸引 这个是本能吧 那么好 一个女的苗条的时候 和一个女的生完孩子 很胖的时候 会影响你作为一个男人 他们对你的吸引力吗 当然会 但是问题是 我怎么去判断 谁更有吸引力 这个框架 这个想法 却可以是在文化中改变的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 18世纪的那些欧洲游画 里面那些号称美女 你别说18世纪 一直到19世纪 西班牙歌雅画的那些什么 脱衣的马哈 穿衣的马哈 你看那个女的胖的 就一个一堆肉躺在床上 然后在当年认为绝世美女 你今天看你会觉得有吸引力吗 你不会 大家所以可见 就是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的 那也比马杆有吸引力 这还别说 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古风啊 胖的历史 比受以受为美的历史长 长多了 但是现在这个古风呢 主要是保留在脑鲁 我今天也看一个数字 说也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讲了 全世界啊 最胖的七个国家 全部都是太平洋岛国 对 其中是 胖之最是脑鲁 97%的男子和93%的女子 都是大胖子 是 人一胖脑鲁 以胖为美 这个还不 这种以胖为美 其实是 他们很悲惨的 我觉得那些南太平洋的岛国的人 他们有很多肥胖的并发症 他们以胖为美是继承了 不能说继承 是延续了我们社会 所有社会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审美观 只不过很悲惨的是 他们的吃喝又遇上了新时代 因为你知道胖 我们常常说 就是像马云刚刚说 你吃东西容易胖 40多岁 或者说你说你天生有胖的基因 你知道这种基因是什么基因吗 这种基因是本来让你活命的基因 那所以你刚刚说 脑鲁那些国家就是这样 比如说南太平洋的地区有个特点 就那些人都爱吃午餐肉 受美国影响 你看夏威夷就知道 吃大量那种高脂肪 吃都受美国影响 高脂肪 高淀粉 高盐分 对吧 全吃那些玩意儿 他们吃的 他们过去的祖先 那日子多难 你想看南太平洋岛国 出去打鱼什么的 然后一下子 这太难了 吃啊 吃这些 那能不胖成这样吗 所以我在想很多 你说中国的五零后啊 六零后 他们这个很胖 就是看到 而且就会中年发胖 是不是也是因为 有这个饥饿的记忆 就像我是 看原来这个墨洋 也是墨洋老师写 他想当作家 就是因为 他们同乡一个当作家的 三餐都能吃饺子 他觉得 当作家就有饺子吃 所以他现在也吃得 白白胖胖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 胖胖 拿了奖之后 吃得更白白胖胖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 有这个饥饿的记忆 我觉得是你看中国人坦白讲 中国人跟饥饿搏斗的历史可长了 中国人有饥饿基因 不是中国人 全世界 就人类能够在实物上不去计较 美国人是两代人 我们就是一代人 我们父辈那一代 都得饿了 放开吃 没有过 你知道就是我有个体会 就是我在香港 因为就做家务 顾不过来 就有一个 请了一个费用 那这个费用呢 每天这个做不做饭呢 做什么 他都得问我 这先生想吃什么 后来呢 就做了一个月 他就那个很纳闷 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先生 我觉得呢 我在你们家很清闲 就是 你不吃东西 对我老婆 我以前在人家家里头 天天做鲍鱼 对我就说 我那不吃 或者就给我炒盘青菜 晚餐就给我炒盘青菜 后来呢 不好意思了 对后来他觉得很少做饭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我觉得很难理解 就说你看 我们从这个菲律宾 跑到香港来 辛辛苦苦 去做这个这个费用 对吧 挣点钱 我们就是希望 不是 就想自己吃顿好的 想吃点好的 您呢 还是花钱雇我的 怎么您整天吃的 连我们都不如呢 不是 他还有一个问题 这整天不吃呢 说那你每天那么辛苦工作 你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 我说这是个哲学问题 你没听过 他还有一个潜台词呢 你吃的不好 影响他吃 主人吃的越好 用人吃 你要炒盘青菜 人家想吃肉了 你天天炒一盘青菜 有道理 对不对 你啥也不做 人家天天想来香港吃肉了 你一个大家族天天摆宴 你剩的都是好东西吗 你吃不光了 吃青菜 他只能吃糖 两天不吃饭 第三天找一素菜 那个他自个儿不能给自个儿炖条鱼吧 他去劳公署告你 虐待 没错 人非用感觉进了兔子窝了 是吧 整天吃草啊 但是我就是说啊 这个你看 你看这就说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就是说 有些时候 容易像文道说的 有这个肥胖到阶层的这个歧视 就是说其实他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的 你就比如说所谓富贵人 或者所谓有条件的人 那的确他的那种自制力啊 其实是表现在啊 他有能力或者有资源 或者有权利来管理自己的时间 他们都说了 您得当老板的 您说什么时候开会 是您什么时候开会 我们这个打工的 我躺在床上 我都怕你给我发一微信 邦邦我就去 我的什么计划 对吧 而且你看 为什么我就说 说连意志力 可能都有跟这个有关系 我到这个巴黎岛 巴黎岛就去旅游 碰见那个讲华语的那个导游 他给我讲一个 你也是没想到的 他说我们导游 不能跟导游结婚 导游跟导游结婚的都离婚 在巴黎岛至少这样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一般都在旅游 旺季离婚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 他说我们白天 你这游客这个不满意 那个不满意 吵赵我们的 鼻子没眼就骂 我们都得笑点 夫妻俩都是这样 带了一天团 你知道晚上回家 就是说意志力 也是个生理资源 有极限的 你白天透支了太多的自控力 晚上一回家呀 他说没来由的 两口子往往就是谁先来 快就开始了 就hold不住的 就要吵架打架 完全忍不住 发泄 就专专发泄 所以往往一到旅游忘记 我们这个导游夫妻俩就离婚 你就可以想到你用到这个减肥 你有这个心思去自控 去分配时间 还有一点也很惨 就做服务业的人 今天的这种管理 已经达到了深入骨髓的模式 叫情绪管理 今天我们常常看很多人 教人情绪管理 但你仔细想想情绪管理 是怎么回事 情绪管理这个东西 通常用来教导的 就是做服务业的人 他教导一个酒店的员工 一个餐厅里面的 一个服务生 你看到客人 你要笑 你要礼貌 然后他还要教你 你不能够只是 光是口说欢迎光临 你心里要真觉得 太欢迎您光临 让你整个从心里面 发出来的那种感受 让对方知道 然后如果对方什么不高兴 折磨你 或者说骂你 然后你要忍气吞声 为什么 因为你这时候 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想 你想想看 现在这种管理要求 他不是管理一般的员工工人 他在管理那里的灵魂 他在要求把一个人 彻底从灵魂深处来改造 所以我觉得 现代的市场经济 很残酷的一点 就是他在让每一个人 连自己情绪本来 我觉得是我们 不用带来上班的东西 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里面的七情六欲 是我很个人的 这个老板怎么样跟我这个无关 但现在我连这个都要交出去 你知道吗 都要被你管理 你甚至就是 就是你看那个很多公司 尤其是很多互联网企业 那个我到他们那参观 那个柱子上都贴着 你有没有像狼一样 我说这是动物园吗 狼性文化 对吧 狼性文化 什么狼性团队 甚至就是在大门口 公司大门口 都要那个咆哮的 今天我们要怎么样 这个话就出去了 传销经这样 对 文道说了一个 这个很深的一个人类行为 这个行为呢 就是说限制自己嘛 这个行为最可怕的 你知道在什么人身上最重吗 拿高工资的人身上最重 因为拿高工资的人呢 他会为这份高工资委屈求全 我碰了过很多拿高工资的人 所谓拿高工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觉得他这个人的 就值一万块钱 但是他找了一份 拿两万块钱的工作 这时候他所有的委屈能吞 如果他值一万块钱 他要拿了八千块钱 你敢刺他 你客人敢一点不好 他当场就炸了 但是呢 他突然拿一两万 有一万块钱拿着他 就是他拿了高工资 这时候他就特别容易委屈自己 因为他不委屈不行啊 所以就这种高收入呢 抑制了很多白脸 我见过很多白脸苦闷啊 所以我觉得有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白脸 这个跟减肥相关 他即使拿着这个高工资 他都不能活得很有尊严 甚至都不能吃得很有尊严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上班组 我们不说这个中低层收入的城市的人 他们即使是在写字楼里面 你看他们怎么解决自己的午餐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屈辱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大的写字楼 写字楼集中的地方 其实吃东西的地方就那么极佳 就那么极佳 然后呢也不可能是太贵的 所以大部分人他都是在这个711排队 那最后你到晚了 反正排到你什么都是不好吃的 然后这个中油的 那也没办法就只能吃 那下午还这个有点零食 在办公室吃 所以他不可能不怕 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什么所谓的这个 不是有钱人 就是不是有钱人就减不了肥 我觉得还是客观条件限制 他没有办法吃得很有尊严 即使约收入两万 他都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一个小小的午餐 能够吃得好的问题 但我觉得方作 他们还算比较好了 幸运 已经算幸运的了 也不算比较好的 我跟你说 这个谁都有谁的一本难念的经 真的 你就是不是说劳动人民辛苦 我跟你说 所谓这些白领 甚至这些高层 你知道他有一种什么 其实就说这个收入越高 交际的圈子越高 或者说自己感觉自己越有身份 某种程度上讲 对自己要求也就多 你知道有那个公司的老总 咱们知道有那个过劳死的 死在跑步机上的 你就理解那种心理吗 我就想起有一次宋丹丹 就说 他说我们演员怎么能胖呢 你爸胖 你都没有职业道德的 对吧 你一定要维持自己起 他说我就跟我家人说 你晚上12点回家怎么了 晚上12点回家 你也能走跑步机 为什么不锻炼 但是我就由此想到 恰恰 你知道有的这个 比如说公司里的这个老总 压力很大 但是他的社交圈呢 又是咱们所谓的 都是人五人六的 西装革履的 体型苗条 橄榄色的 你知道这个人呢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全方位的 就是说我工作要做好 但是呢 我出去在我们这个经理的 这个社交层 显得有衔接层 有款 有型 所以你像他是这么打造自己的 就是他可能半夜12点回来 该锻炼锻炼 一定不能胖 开这个太阳灯 对 甚至就 我身身晒的皮肤 但是你想这么多的压力 他压在自己身上吧 他可能就过劳死了 你想想 那你说的这些 对不起 他说的 他说的这个事很有意思 就是中国人呢 他的 就是我们这改革开放 这些年已经形成一个强烈的意识 每个挣钱的人都会超出自我能力的消费 什么意思 比如我们按照今天的时候 一百人挣三万块钱不少了吧 但他要拎很昂贵的包 穿很昂贵的衣服 他大部分收入就支撑到那儿去了 他并不比别人幸福 他就是拎着这包 你要是对面有一人懂这包 说你这包不错 他就特高兴 你要熟视无睹 他从内心恨你这种有眼无珠的人 对不对 我好人拎着我俩一个公司就来了 让你瞧瞧 你没瞧见 所以他高收入呢 他尽管就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 是他自我觉得 这份工资已经超出我的应该的那个收入 第二个问题是我拿了这份高公司 寻求了更高的一种生活 他痛苦是叠加的 所以啊 这个就很悲惨呢 你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方舟 我原来看过一个 就是说就也是研究中国越来越胖嘛 然后但是这个诸多的坏处 只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提出了肥胖对于中国的好处 就是说因为 就是解决了养老金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个胖人啊 他的寿命较 较瘦的人比较短 所以呢 这个就解决了 解决了养老金的问题 这是唯一的一个 研究中国问题 这是好处是吗 你们俩 你们俩一个是马克思 一个是法西斯 所有的矛盾都是人类 自我一切一点一点生成的 就我刚才说了 你拿了一个高工资 你心里特得意 你买了个好包 你心里也得意 但你付出了很多代价 最大代价是什么 就我去一个公司 这公司二三十个女的吧 全都找不到男朋友 为什么 工资高 好事吧 工资高是好事吧 但都找不着男朋友 为什么找不着男朋友呢 结果被一个人给说中了